根據青島市官方通報 10月11日最早發現的三名無症狀感染者 一名是胸科醫院的住院病患 一名是前往醫院的陪護 以及陪護的丈夫 值得關注的是 這名陪護最後離開胸科醫院是在9月29日 說明病毒已在青島流行一段時間 甚至是在十一黃金周前 官方最新通報 篩檢的132個密切接觸者中9人陽性 其中8名是胸科醫院患者及陪護 一名是患者家屬 記者致電青島市胸科醫院 院方回覆已經停診 醫院附近一家個體診所醫師告知記者 青島這波疫情來自胸科醫院的院內 造成病患感染 那是大夫還是患者感染了 患者 我們青島這邊主要是接在飛機上的 像那個外來的這些 它那個醫院本身就接在這些電話 從叫外來的 先接去那個醫院然後做核酸檢測什麼的 這名醫師說 疫情期間進北京的飛機不讓進 先分散到八個地區 青島就是其中之一 做完核酸檢測沒事了才允許進京 目前尚不清楚胸科醫院是否疏於防範 才造成這起擴散 官方稱目前已採樣423萬份 已出結果未發現陽性 但其真實性受到質疑 新唐記者洪寧、林岑新採訪報導